妥协是人类的一个高贵的品质 绝不是懦弱 我要说我的人生经验当中 释放我比较不错的状态的时候 都是妥协带来的 或者说90%是妥协带来的 所以我想别人也是一样 很少有抗争不妥协带来的 很少有啊 不是说没有 从人类的整体的进步而言 也都是和妥协有关 什么是妥协 它不是面临有大风大浪来了 你不搏击 或者是你遇到敌人了 那你死我活的时候 这不涉及到妥协 妥协这两个字基本上用在 可以妥协这样一个环境 语境状态之中 有你没有我 那就不叫妥协 那么只要用到妥协这两个字的时候 它就陷于一种 这事是可以商量的 那你说你不肯商量 也有可能赢啊 但是我觉得不肯商量 反而赢的次数要少 政治都可以商量 商业上就更可以商量 那人生怎么能有不可商量的事情呢 妥协大部分都是双方都有点退步 不是战胜和失败的关系 而是商量出来最好的博弈状态 纳指均衡状态 我在这个意义上的理解吧 所以我认为妥协绝不是弱者 懦弱 是智慧的表现